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这样的说过我们啊 你知道吗 好家伙就是 这位老干部说 那个隐姓埋名 对 说这个老干部说 说今年看了几期 这个傅大姐 傅小姐 在《枪枪三人形》栏目中的这个漫谈节目 认识了尊严 觉得傅女士是一位才华与品贸 非常出色的人才 知识渊博 语言 科学 美丽非常 思想先进活跃 声音动听 沁人心脾 富有诗书 气字华 观众十分喜爱傅女士 通过看您的节目 能够传达一种令人振奋 与感受多种美的不尽意境 你想想 这把你基本上当君子兰 你知道吗 而且我主要往下说 中国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培养造就了您这样的一大批人才 当然更是您个人勤奋学习 天资聪颖的结果 感谢国家 感谢您的父母 养了一位这么好的女才子 感谢凤凰台慧眼独具 中国才女出彩海内外 哎呀 太不好意思了 没有 我其实发你这个啊 我是想说啊 我后面不是就有就有在讲吗 我在凤凰啊 不是我在凤凰啊 但是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在凤凰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哎 他为什么最近才知道我呢 对吧 就是枪枪三人行 其实我就是想表达这个 我跟你说 小点 他们全凤凰的 包括观众都不知道 枪枪三人行这个节目啊 比他的收视率好看 你晓得吗 这话怎么说 枪枪三人行这个节目啊 比他的播出时间好看 所以呢 而且忘女 特别忘女 那是因为有才男 哎呦 你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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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为什么能忘这样的女 老干部喜欢她 为什么老干部喜欢她 哎呀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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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个很好 但是呢 我就要向一方面感谢这位老干部的这个观众 是吧 另一方面呢 我也要借她这个话头啊 来说啊 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时代 既培养出了傅小甜这样的这个才女 是吧 但是 继续努力 同样也是这个伟大的祖国 也是这个伟大的时代 也培养出啊 让人呢 不堪忍受 以至于傅小甜想淹了她的那种 女人 女孩啊 就是妇女 不等于妇女四 对 最近人小甜开那个微博也很火啊 是吧 但是最近她开那个微博啊 她对一件事情表示义愤 可是据说被骂了 被批评了 被批评了 为什么 没有 其实这个的话呢 就首先就是这次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严老师啊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应该 浙江温岭的这个虐童这个事件 对对对 挺年轻的一个女子 然后呢 她就是自己有放七百多张虐童的照片 对吧 长达两年 然后受害学生有至少十个以上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想起前段时间 不是有一个那个一个男子对吧 他拿那个打打自行车的那个气枪 去欺负一个男童吗 对吗 后来那个都送医院了什么的 更惨啊 那个真的是这个身体伤害 我就觉得这种人 如果以后让他自己生孩子怎么办 那如果让他自己生孩子 那可以 他可以挨自己的孩子 但你已经虐待其他儿童 那就是对你的惩罚 不能让你有孩子 但是当时是那个气头上啊 就说了这样的话 我说让他们对他们实行这个强制性的劫狱 你这个立法是从韩国那来的依据吗 韩国有这一说 韩国立法里边就是说 对那种丸童啊 还有对这种性犯罪啊 好像确实是有 还是他们议会投过票 就是化学阉割 哦 是吗 化学阉割 这强奸犯 我好像听说是欧洲什么德国什么地方 他们对强奸犯做一些生理的 好像有的 意大利好像是有的 对对对 结果有些观众 不是有些你的微博粉丝说太过了是吗 有时候我在以暴之暴 徐老师知道这事吗 知道知道 不香港最近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更有意思的 那是亲生的 你刚才讲假如是自己的小孩就不会吧 他不是 他有个女的年纪也很轻 生了五个小孩 第五个小孩到三个月的时候饿死了 他出生的时候是2.7公斤 2.7几吧 三个月以后饿死的时候是3.1公斤 他结果呢 法庭现在判他了 判他六年 说他为什么就是他不喂他奶 而且呢奶粉呢用冲锡冲得非常淡 就让他一直处在饥饿的状况下 就是饿死的 为什么呀 他说他照顾不过来 他说他 而且那个法官现在的判词就是说 他基本上要在怀孕期间 他就没怎么好好去做检查 生下来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 听气自然不想要的这么一个一个状况 然后就饿死了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 是非常常见的 人类的史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比现在要长得多的一段时间 母亲是用这种方法处置自己的小孩 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是当时的人道文明 就是当人类处于食品采集者 而不是食品生产者阶段 就是人类生存的食物啊 主要是靠打猎或者是采集 而不是鸡一顿保一顿 还不是耕种的时代 这个时候整个人口 一个部落的人口 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资源 那么这种时候 如果你的人口超过了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以前知道老人会到山上自己饿死啊 还有母亲呢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没有节育嘛 所以一下子很多小孩 很多小孩他为了保障前面的小孩能活 后面的小孩就让有的是有意出死 天啊 有的就是干脆这么饿死 那是说明这个母亲呢 这个思想上是反了祖呢 还是说香港的这个生活环境 惨到了野蛮蛮荒时代 养不起让人民养不起孩子的程度呢 说明中国现在没有虐待儿童法 是不够与时俱进 对 现在西方把虐待儿童作为一个很高的 很重的一个法来做 所以这次 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大反省 所以这次不就说嘛 有的人就说应该释放这个什么燕红 说因为你以什么罪名拘留 他现在拘留了 现在给他的罪名是挑衅什么 寻衅姿势 这怎么叫 这怎么叫寻衅姿势 咱可以看看他上传 他自己上传到网上的照片 这样的这个折磨孩子 这叫寻衅姿势吗 扯着孩子的俩耳朵 你看这个下边 这个拿这个胶带封着小孩的嘴 就这样寻衅姿势 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就把孩子扔垃圾桶里 再有 这让孩子罚战吧 这是顶着一个铁铁箭 你知道这个现在啊 要说这女的恨的 你像小田说的这种 就恨不能给她绝育了 但是实际上我看 现在报道的这个方向啊 你知道西方有一种犯罪学理论 要按照这种理论 这就像德诺贝尔讲的小说一样 上次王猛不是说过一个 王猛说呀 说这个文学是干什么的 我不一定说的全对啊 他说呀 这个能说清楚的事 就不用文学 就那些个无奈的事 文学就派上了用场 他说比方说 莫言写这个计划生育 是吧 你只有这个文学啊 才能说得出 就说中国的这种无奈 对不对 是执行当中很粗暴 没有人权 弄得这个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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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灵魂上犯了罪 对吧 可是另一方面呢 中国又这样一种啊 近似于野蛮的手段 但是实现了 这为全世界也做了某种贡献呢 人口还就真的就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里边的那种 那种无奈 他的意思就是小说来表现 那么我为什么就说到这个什么燕红呢 就现在这个长篇报道啊 就开始说 你知道要是一个罪犯呢 如果你把他的父母 遗传 家境 教育 一切都都写出来 像小说一样写出来的话 令人同情了 至少你觉得是可以理解了 哦 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家里的教育条件非常差 日子非常穷 他又渴望爱情老是失败等等 甚至于他这个人 叫做价值观 你说的什么了解之同情 价值观缺失 就叫 他要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 为什么他把这些照片啊 是怎么被发现的 他跟网友这个分享啊 玩啊 他一点都不觉得 他不觉得这是什么羞耻 他觉得 甚至他被抓住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社会可悲的地方啊 就是缺乏那个法治 缺乏教育 这就是两个最基本的 而且这个法治呢 就是他的不健全 那现在他做了这种事情 伤天害理了 对吧 这个也是引起公愤了 但是呢 都没有一个这个法律条明啊 可以去那个指控他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教育 你觉得 哎 我看那些视频啊 这个最近有山西的一个女老师 对吧 他打一个那个小孩的耳光 哎呀 他会让我看 那怎么了 我当时看了 你知道吗 更让我吃惊的是 他一个那个桌子 为了可能有十几个那种小孩吧 其他的都特别安静 就看着老师打 没有一个反抗的 没有一个觉得这个不正常的 就小孩就觉得 好像这个是天心地义的 学生被老师打 这个也是教育啊 就不仅是对老师的教育 对家长的教育 对这些小孩 他们的教育 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他们是有这个权利 得到保护的 你要你要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 是 是我们以前讲 就像事故问责制嘛 中国这些年来的 很大的一些进步啊 法律的改变 都是因为一些突发的 这些事情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完全时尚手册 11月精彩内容 车展最新动向 新车抢先介绍 国际车谈追踪 最新技术探讨 近在完全时尚所测 车元素 星期屋外上 凤凰未失踪安排 零污染导国新西兰 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我们的家 天大地大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绿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来 徐老师你介绍 他那个提耳朵那张照片 至少可以分两个层面去分析 一个就是体罚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虐待狂 我们先把虐待狂这个撇开来讲 凡一个东西 弗里德说过 凡一个东西要普遍大家要禁止的东西 它其实是在人类的普遍欲望里边的 比方说偷窃 我们一定要反对 这是因为其实人心都有一个 我要占别人的好东西 我刚才为什么讲 人类历史上是大人可以处罚这样的小孩 甚至可以把它牺牲掉为了大人的利益 这一条讲起来远古很荒谬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近的情况当中 就是体罚 很多人到今天为止 就是说一个小孩他不懂事 他犯了一个错误了 比方说他撒谎了 他偷了家里的钱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人觉得 我为了他好 我为了让他记住 我就可以来惩罚他 我惩罚他 我也可以提他耳朵 我可以提他手臂 我可以叫他罚站 或者让他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总之你今天如果说 西方为什么要那么重的罪 来判这个 就是这么虐待儿童这个罪 就是他看到 其实人类有这个倾向 所以他特别要保护 我想到最近 我忘了是美国还哪里 有一个例子 一个母亲 亲生母亲 他打这个小孩 他用这个胶纸 还是万能胶 把那个小孩钉在墙上 把他钉在墙上以后打 最后你知道他判什么 无期徒刑 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看 那他那个母亲无期徒刑 他那个小孩一辈子 就要被社会去管了吗 其实也是无论如何的悲剧 但是他们那个 就判得非常重 因为就是他那个行为 很令人发指 就是说他把小孩 那么用万能胶什么东西 钉在那个地方 然后去打他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国家现在 现在以后这样的事情 不能再判什么寻寻寻 所以其实种种迹象表明 我老觉得五国 还是前文明阶段 你知道吗 只是少数的一些方面 我们好像假装跟西方挺接轨 实际好多事上 咱还请前文明 需要完善 这个事情如果说 对儿童的保护 尤其是如果跟美国来比的话 我觉得美国是做的相当完善的 你要比的话 就很明显看得出 一个就是法律 这个是不够细化 中国是有一套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对吧 但他根本就没有说清楚 什么叫真正的侵犯了 未成年人的这个权益了 你打他到底算不算 他没有指明的 这个假如中国有一套 比方跟西方一样的 这个虐待儿童法的话 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惑 没错 那比方说 比方说一个小孩 他偷了东西了 家里父亲回家打他了 或者母亲打他了 那他邻居看到了 可不可以报警 说他父母在虐待儿童 所以这就是社会共识啊 你好多海外华人都知道 还打孩子 拿邻居一会儿警察来了 邻居就给你举报 这是就说孩子 是国家最宝贵的 就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 向孩子下手 你亲生父母都不行 但是中国有这么一个意识 或者潜意识 就是说你是我生出来的 对对对 是他的生态 我没有我就没有你的 我会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很盲光的一个认识 就是潜文明嘛 对 你知道 这农业社会 包括这个 现在的报道 我认为有些指向于一个什么呢 说这是个社会问题 为什么是社会问题 就是说这个伟大的 祖国伟大的时代啊 不仅培养福小田 为什么也出这种人呢 就是说这个幼师啊 幼儿园教师 尤其到了什么 乡村的私立幼儿园 最低的这一级啊 什么人去当老师 这女孩是吧 她想玩iPhone5 她也玩不起 然后呢 这个还挺要花钱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一个月挣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然后呢 按说需要有的资格证书啊 什么什么 她也没有 没有也就凑合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 做这种幼儿园的老师 甚至是等于 她就是素质较低的一群人 但是这个也不能合理化 她去虐童 她这是反人性的 无论如何 不能够同情 不能理解 所以这就是顶线 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啊 刚才那个 徐老师也在讲 最近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年轻妈妈就 有可能是虚意的 饿死她的孩子 这让我想起这个 前部就应该是 两年前在英国 发生了一个事情 这个还跟主持人的 这个角色有点关系 就是也是一个年轻妈妈 她把孩子 因为他们有那个监护法 就是说你24小时 必须在你的这个监护下的 对吧 那那个妈妈 她可能在忙其他的事 那小孩就自己在那玩 就掉到那个窗子下面去 就摔死了 然后整个社会 就非常的义愤 就在怀疑这个妈妈 她是不是故意的 因为她是个单亲妈妈 就是是不是你故意 想让这个孩子摔死 最后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就那个警方也进入调查 最后呢 得不到证据 说她是故意的 那么有一档那个节目 也就是这种谈话节目啊 就BBC的还是什么的 就请她去做嘉宾 然后那个主持人 就非常的犀利 就一直逼问她 她在节目里哭了 那么下了节目自杀了 就有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说整个的话 你说这个妈妈的角色 妈妈和孩子的关系 未婚妈妈的角色 那么还有媒体 警方等等都串起来了 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这个事情是 这个伦理的这个 这个困境 人觉得 就是说 孩子是我所有的 是吧 对 孩子的价值属于家 家的价值属于国 那人家是把孩子 作为一个公民 对 她是 孩子 这个我觉得西方 这也是有文化传统的 古希腊的时候 斯巴达的时候 孩子是国家的 孩子不是父母 对 平民的孩子 奴隶的孩子 是属于平民的 对啊 就是那么你 而且还有一个 我为什么说 是个前文明年代啊 你还得想啊 比如说啊 其实这个事啊 就好像是 你一开始讲动物什么的 我觉得你就好像见到啊 人呢 是怎么从原始社会 对对 过渡到现代文明的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比如说 你说这个女孩子 她揪着耳朵 她弄这么一些照片 她却没什么 你觉得完全不可以接受 对吗 可是我跟你说 现在就现在在中国农村里 很多农民见到啊 村口 那树旁边 天天拴着一个孩子 一个半疯半傻的 那个不是谁家的 拴在门口 铁链子的那个 拴着的 司空见惯 甚至我小时候 都见过这种 你知道吗 在村里 留守儿童什么 对 不是 就是这个孩子 是有点傻啊 还有点疯啊 家长也不 就那么锁着他 跟狗一样 那么锁着 这成了一种村里边的一景 因为司空见惯 所以为什么 你就好像说 非洲部落里 发生的很多事情 在西方人看来 那家伙他也没有人性了 可是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种正常 但是现在有网络 他就把这个地域阶级的界线 啪一下子拉近了 对 比如说 你比如说 这小女孩 他可能是 你甚至可以想见 他如果不是神经病的话 他周围又是什么环境 甚至你知道 他这个照片 第一张出来的时候 那个村民们啊 还到他爹家去劝 说哎呀 他就是什么动作大了点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你不要担心 是到后来看见电视 所以电视 为什么这个时候起到了教化作用 告诉你们 这是大逆不道的 这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所以新的文明 余资建立啊 就是就是这样啊 就像前些年人家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些旅游文学 而且是系统的介绍 可是问题是一个礼拜五天 我们只谈三本书 有可能系统的介绍它吗 或许我们就挑这三本经典来示范 三种不同的去处理旅游这个题材 去书写旅游这种类型的写法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知道旅游文学 大概长得什么样子了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成立天国转件园 全球转件企业合作伙伴 我补充一句 因为这个地方是温岭 温岭属于台州地区 所以是我的家乡 老家 你就是这么打出来 我也去过 我曾经有一度住在黄岩的陆桥 那里是有个军事基地 然后我去过温岭的泽国 在泽国中学 我就在泽国见过一幕 我其实以前在节目里讲过 就是村里抓到一个小偷 然后一群人围着这个小偷 然后呢 大人不动手 小孩上去动手 然后丢石头 然后呢 就把他的衣服裤子解下来 然后那个小偷是个青年人吧 就把他搞成裸体 大家都围着看 然后那个小孩 当他们丢他石头的时候 周围没有人来阻止他们 所以他小孩都丢得很欢 那一幕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泽国 温岭的泽国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我们人性的另一方面了 他这个虐待儿童为乐 跟美国兵抓住了什么 伊拉克的战俘 虐求 战俘其实一个道理 就是人一旦 双方的力量 悬殊很大的情况下 人性当中恶的这个虐待 就跟我们小时候 玩蟑螂啊什么的 对对 现在很多人虐猫 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呢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 神经病或者变态 我觉得你们都诠释的太文学了 我好像不太能够理解 不 这个就是人类文明的 发展的不同阶段 曾经有一度 我刚才讲 有一度很多人虐猫 虐狗还拿出 毕竟这是少数啊 是极少数啊 哇 你以为是少数啊 中国人这个对狗 不像像人这样来爱护 这是这是在相当长 但是你到虐那个程度 相信毕竟是少数啊 就反正我不知道 可能外国的小朋友文明吧 反正像我们这个 中国的小孩子啊 在很小的时候 都有过一段 虐小动物的 是吗 你也虐过 我虐啊 我虐那个 比如说我虐 逮着个小蟑螂啊 或者你逮着个小老鼠啊 你就那么玩它呀 或者烧它呀 或者那个 那我记得 我那阵电一个小蟑螂 就是把那个台灯 电线一剪两截 就电它 两个一电 蹦一下 跳 相当于它体 是身高的几十倍 砰砰 就那么 很好玩啊 都有那么一个 一个年龄段 哎 你要这么讲 那这个女的 这个女孩 什么燕红啊 是不是也反了组了 就或者说 她还在那个萌妹阶段呢 还在小孩 那个阶段 她还虐猫呢 就是 她是这意思吗 凡是我们需要立法 凡是我们需要 大家来反对的东西 它一定在我们人性的 列根性里 反人性的 不是反人性 它是人性的一部分 它一定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也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边有 你现在说它阴暗 它比方说 小偷可以 人人可以打 这在很长时间里面 这不是阴暗角落 这是大庭广众 电车上抓到一个小偷了 证明是他的 很多人都可以车上去打 有时候打死了 就打 所以一些虐待儿童 如果是立法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